车轮贴内置板安装指引 这个影片是给中型货车、重型货车 单层公共巴士及单层私家巴士 和双层公共巴士及双层私家巴士用的 内置板的车轮贴 适合用在成份没有防止外光涂层的挡风玻璃 或者在部分位置有防止外光涂层的挡风玻璃 安装内置板车轮贴 步骤一、核对车牌号码 首先、核对车轮贴 甲页上的车牌号码和你的车的车牌是否一样 步骤二、确认安装位置 车头挡风玻璃的类型会影响车辆贴的安装位置 要看清楚指示才好安装 情况一、挡风玻璃无防止外光及金属涂层的话 建议将车辆贴贴在挡风玻璃内側下方中间 情况二、挡风玻璃部分位置有防止外光或金属涂层 建议将车辆贴贴在挡风玻璃内側上方中间的位置 即是独后镜背面的挡风玻璃 左边小小或者右边小小都可以 记住贴的位置不要阻碍隔离者的视线 步骤三、贴上车辆贴 安装前要先清洁和抹干安装位置 确保毛灰尘以免影响粘贴效果 确保安装位置和金属部件或者电子设备 例如车顶、车镜、天线和其他缴沸设备 保持至少十厘米距离 你可以用车辆贴包装内叶的间歧量度下 小心撕出车辆贴 避免手指接触到粘贴面 之后以车辆贴的粘贴面 水平地贴在挡风玻璃内側 再用手指轻轻扫平 确保平滑没有气泡 而现有的其他标签 例如快易通就无需移除 不过注意需要保持至少十厘米距离 避免互相干扰 贴好之后 记住不要移动或者撕下来重贴 还有72小时内都不要清洗安装位置 否则会损坏车辆贴 步骤4 注册户口及选择缴费方式 如果你未注册户口 请上易通行网站或手机APP注册 然后在户口里选择新增车辆 连接车辆贴 再减缴贴方式就完成 之后使用已实施易通行的隧道 就可以遥距缴交隧道费了 想知多点 可以上易通行网站 hketo.gov.hk